中文字幕 李宗盛 欢迎收看来自新日市之怪奇档案是 这个之前有一位地方所长 怀疑老婆与当地某警员关系过重甚密 奉而离婚既然二度买凶杀己营 还精心布局成为一个买卖纠纷 那我们今天就把怪奇档案 锁定在什么 刑杀档案 马上欢迎我们的超时空魔女安妮 不是我 大家好 我是超时空魔女安妮 好恐怖喔 杀了老公 再杀了你男朋友 老公告别时会 常现出现 满天无涯 为什么 女朋友为了钱 竟然就被两年杀她的男朋友 好 男朋友 男朋友 故意 故意 但是在电梯下 是谁杀的 不 女朋友不爱你 还有爱你 爱你喔 前辈不要做傻事 太好了 好的 我们第一个要解密的档案是 毒蜘蛛 黑寡妇 在外双溪 发现了一个男骄师 这个就是一个情妇杀人的案外案 是不是 是 我们先讲一下 那个为什么叫做 毒蜘蛛 黑寡妇 黑寡妇是 这种毒蜘蛛 她是会在跟 这个公蜘蛛交配完之后 把公蜘蛛给吃了 所以为什么会叫做黑寡妇 就是因为潘明秀 就是用这种手法 连续宰了 她的老公 她的男朋友 而且简单讲就是 交了这个情妇之后 就杀了老公 再交了一个情妇之后 宰了男朋友 这样巡违啊 用这样的方式 先看一下潘明秀 长得这么处处可憐 她是一个小儿麻痹 有患者 其实人在感情的事情 经常是很容易 让人家失去理智 可是情杀 往往是不理智裡面 最理性的 因为她经过种种的设计 那她呢 她以柯硬章为生 因为她是残障人士 所以她就去学柯硬章 那柯硬章的时候 她就认识了她的第一任老公 叫做周简 那周简呢 那认识了之后 周简会对她拳打脚踢 被打她 家暴 打她的时候 那这个过程裡面 就被了 小她几岁的这一个 年轻的男生 叫做徐志忠 她经常去给 潘明秀柯硬章 她是一个汽车 业务员 所以经常要柯硬章 徐志忠很高大 一百八十几 就两个人呢 经常就 我送你啊 干嘛的 两个人就发生了 姐弟恋了 就 姐弟恋之后 徐志忠啊 对她百般地呵护 但是呢 她知道说 她 她这么样欺负 她的老公这样子欺负她 有一天 这个潘明秀就跟 徐志忠讲说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希望永远地脱离苦海 她希望把周简给做掉 所以她就 联合了她的弟弟 就把周简给杀了 杀了之后 包括她尸体 尸骨 就丢到那个 他们高雄的老家去 就掩埋了 这个事情 神不知鬼不觉 两三年过去了 没有人发现 周简已经死了 只是失踪 失踪 周简跑去哪里呢 失踪 那人失踪了嘛 潘明秀就非常 非常大方的 就跟法院说 准啊 准了之后 他就非常大方的跟谁 跟徐志忠在一起 那徐志忠后来不是去当兵吗 去当兵的时候呢 他又认识了这一个呢 第三个男朋友 郑廉金 那这个郑廉金呢 对 潘明秀 又百般的呵护 那徐志忠他还当兵 当兵的时候 他被兵变嘛 兵变 他就回来说 我知道你心里面有人了 你如果不跟他断的话呢 我就把跟你联手 杀害你老公的事情 抖出来 要挟他 他有把柄 他有把柄嘛 潘明秀这时候觉得说 你在敢威胁我 你不知道我是黑寡妇吗 好 他就联合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徐志忠他受不了 他还去查说 你现在的男朋友是谁 因为是郑廉金是不是 好 你这样子来偷我的女朋友 我就毁了你老婆 去跟他老婆泼流酸 这个徐志忠跑去跟他老婆 泼流酸还泼了两次 那郑廉金这个辛仇就恨 然后觉得说 你是这样子 再加上 他们就在旁边一松油 就把徐志忠约出来 之后下药 下药之后 因为他很高大 下药之后他没有力气之后 把他弄死了之后 还倒流酸 因为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扑我老婆流酸 你死了之后 我就扑流酸 把你的尸体药给他湮灭 就这样 好了 那徐志忠换来 他的尸体 徐志忠的尸体在外上 是被发现了 发现之后 警方马上就查出 徐志忠是谁 他的身份是谁 一查出来 他那天晚上是跟谁 最后的行踪在哪里 出现 在KTV出现 就这样一路追 就追出来了 他们一些社有重险 打包心就穿来 怎么是一个小麻痹的人 那时候我在跑市令分局 我们还觉得说 他可是不是来做证人 还怎么样 好 结果不是 他呢 他承认 徐志忠是他杀的 他联手什么 这样子 非常的冷静 我想我在旁边听 听这一个女生 在硬打的时候 他之冷静跟他的那种 落落大方 他好像不觉得 杀了一个人会怎么样 这种感觉 那这案子是不是就在查 那个时候 周检的这个命案 还没有被发现 因为他失踪了 那我那时候就突发奇想 就大胆假设说 他用这种手法的话 有没有可能 他的老公也是这样被杀的 我那时候就去追 周检的他们家 他就问到周爸爸 我就去他们家访问 我说你对周检失踪 有什么意见 他说太有意见了 那绝对是 潘明秀设局把他杀了 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第一个 他死了 他失踪 可是呢 没有几天的时候 潘明秀说要把他的摩托车 给卖了 他问他说你为什么把他卖 他说人都不会回来了 干嘛不卖 他说你不觉得 他怎么会肯定 他怎么不会回来 就第一个 就哒哒哒哒 我列了十几样的这种疑点 我就开始写 做了一天这个调查采访 结果后来那个调查 一见报之后 检察官说 这有可能 马上就指挥那个专业小组 就把潘明秀借题出来说 就把我的报导给潘明秀看说 他直接承认 他直接承认 就整个过程你都发现 潘明秀对于杀人这件事情 很冷静 他都不觉得说 这有什么好挣扎的 是我干的 怎么干的 我就找许志中去把他怎么样 过程就交代出来了 平铺子序的这样 但是你不能说 你承认的就... 还是要证据 证据嘛 所以他说你埋在哪里 说埋在高雄的迷陀老家 所以那时候整个台北的警察 直接到那边去开挖 他们家的空地一挖 这埋在哪里 这埋在那个树下旁边 后来他故意用整地的方式 把他用水泥都盖起来 所以一挖的时候 周检的尸骨终于出土 一出土之后 这个案子等一破 证实说周检是被他干掉的 所以排名秀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你想 我刚刚为什么说 不理智 情杀很不理智 可是他却是最理性的计划 他中间的过程里面 我该用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样 先抓哪个人 要干掉他 再抓哪个人 要干掉第二个 他全部是精心策划 这在犯罪心理学里面来讲 是一个很奇特的案子 对 因为他本身的态度 是跟一个犯了 这么大行案的人 是差别太大 他在办案的过程之中 就是他有一次气势 那个焦灵 那个案子刚好我有去 有几个案子 刚好我有带队去勘察 后来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那女孩子楚楚可怜 他就是 就勃起人家的同情性 可是他都是假手 对不对 找他的那个新的 认识的男友 再杀掉前任的 结果那个尸体 我看的时候 那个酸 有一次丢在那个 那个激南山路 那个地方 那个就是一个垃圾场 那尸体都丢在那里 然后那个 那个身上都是用那个 强酸去人家捕食 一开始 一开始晨跑的那位先生 以为是假人 以为是假人 金南山路那个地方 是啊 不过这个案子里面 最可怜是两个人 一个当然就是第三个的 这个男朋友的太太 被破了 最倒了 其实还有一个 是更可怜 就是潘明秀的女儿 后来跳楼 后来跳楼 对 尤其保送大学 而且保送大学 然后他选在周柬的忌日 那一天 跳楼上 在我们桃园那里 这完全是两个 悲剧 最大的受害者 对 他等于是有点抗议 那这个他女儿就是抗议 所以这个案子是 后面的 这个后遗症是很大的 是 来 安妮 接下来什么档案呢 是 烏鸦碧日 如果讲得很好耶 烏鸦碧日 没想到这句话 在俄罗斯有流传 对 流行的 好 这个丈夫出病的时候 真的是乌鸦碧日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就开关一厌死 发现完了 对 没有错 这个国民政府呢 这个从中国大陆 来到台湾了以后呢 为了怕又激起像 228一样的民怨 所以当时啊 针对发生那种命案 尤其是比如说像 性侵杀害的命案 或者是重大命案的话呢 它有一个规矩 所以说是 你在哪里杀人 我就在哪里枪决你 在案发现场 对 表示我有枪杀他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 那么后来呢 就开始出现了刑场 就在专门的刑场 那么后来我们的 枪决方式就改变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枪决的一个 刑场的过程 就是里面你可以看到 放到很多沙子嘛 那到时候会叫犯人呢 趴在下面 因为你可以选择要不要麻醉 趴在那边 趴在这个沙子 趴着我从上面 放你 然后打完了以后呢 就当然就烧香 就在枪决里的这个地方烧香 然后后来还习惯 放一些地中王菩萨的 包括祂的神明 甚至于还盖起神像来 那其实这些演变 都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系 是什么样的事件 改变了台湾刑场的执行模式 稍后为您解密 然后打完了以后呢 就当然就烧香 就在枪决里的这个地方烧香 然后后来还习惯放一些 地中王菩萨的这个 包括祂的神明 甚至于还盖起神像来 那其实这些演变 都是跟一个女人有关系 在此之前呢 枪决里 认为说你判死刑 枪决里 就当然要让你痛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打什么麻醉药 从他以后 开始出现了割罗芳 割罗芳就是麻醉劑 我们常常看到的 用东西遮着你的鼻子 你就昏倒了 割罗芳 然后后来就开始有打麻醉劑 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打 像台湾这个判死刑最多 十个死刑的吴辛华 那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要还给这些被害人 他打了五枪才死 他拒绝打麻醉劑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我们就叫她李皇 因为其实她姓皇 她贯父姓所以叫李皇 在这个台湾的监狱史上 非常有名李皇 李皇为什么会被判死 又为什么跟她有关系呢 李皇的先生 那么其实他们年纪很轻 当时他发生这个命案的时候 才事实出头 李皇 先生年纪很轻 然后事实上先生的家境也不错 年迷场 而台湾很多有钱人 都是从年迷场开始的 突然间有一天 他就哭着跟亲友们宣布 他先生因为体弱多病 就突然间死掉了 生病死掉了 各位我现在说的不是 台湾民间故事 说的是台湾真实发生的故事 这个案子会迫失因为乌鸦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已经验了 然后就开死亡证明了 所以要下葬了 所以在棺材 而且告别式举办完毕 那么就棺材抬着 石人棺材就抬着 然后就哭 魏王人李皇 他这个太太就哭 嘻哩哗哗哗的 那么当一伙人全部 跟着这个抬着棺材 跟着这个棺材 一起要送到山头的时候 远处突然间 开始出现的乌鸦 一只乌鸦 两只乌鸦 你看过西区考课的电影 大法师你就知道 一群乌鸦 很远这样子 很从远的地方这样子 开始飞过来 不是 乌鸦在台湾算是少 算少 所以一群乌鸦 是很可怕的事 因为台湾人不喜欢乌鸦 然后呢 送到山头了以后 事先都已经脱窟 这些相关葬仪设 都已经把坟墓都挖好了 就把整个棺材放进去 然后开始就必须要 当然魏王人要拍棺材 说你怎么放下我一个人 要演戏给所有人看 你怎么放下我一个人 干什么的 开始把土弄上去 当开始把土弄上去的时候 这一群本来在旁边 天上飞的乌鸦 突然间集中在这个坟墓的上面 不走 再盘旋 整个山上面盘旋 你知道吗 这时候在旁边 乡下人是很迷信的 在旁边的人看着说 这一定有缘情 有问题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对啊 结果呢 就有相关的亲友 立刻在告别室结束 就跑到派所去 找谁 找刚上任的派所的主管 跟他讲 这主管一听 会不会真的是 有冤情啊 然后主管隔天 就带了两个警员 先来到李皇的家里 就先跟他做一个 关心探访 对 他很聪明 他没有打草精神 就说 很不幸你们家 发生这个事情意外 就做一个探访 然后附近的邻居 然后就像记者一样 到处去问 然后紧接着呢 他去问了以后 问到了一个 可能所有的邻居 所有的 包括 所有的亲友都不知道的一件事 他外面有男朋友 那这个主管心里面 就嗆一下 疑点出来 又有乌鸦漫天 又有男朋友 会不会... 不会吧 会不会真的可能是命案 所以就跟檢察官 暴情檢察官 告诉这件事情 说可能 可能有问题 然后这个檢察官 也半信半疑说 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吗 因为他们要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是在台湾民间习俗里面 更很难接受的 开棺验尸 除非很大的案 当然了 要不然人已经入土为安了 你还要把棺材给打开 没有人愿意 对 不得了 李皇就哭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然后呢 就把它打开了以后 那当然包括相关的检验人员呢 跟法医都到了 法医一看 下葬几天而已 但是一看 就知道是中毒 黑啦 是 里面黑 他的手啊 手指这个地方 黑啦 他是被堵死的 你知道吗 当然就立刻 把人抬回这个 你说 法医室去进行解剖 包括他里面的心肝 这些检体一验 他就被堵死的 你知道吗 好 他被堵死的 那他被谁堵死的 被什么人堵死的 当年警方办案的方式 跟现在不一样 当然了 当年是非常科学的 走捷径 走捷径 还有经过了一根水管 加以小乙大乙 对不对 加以 经过了 当然没有 他们没有用型 他们用很多 证训的技巧 经过这样隔离证训了以后 什么都糟了 你知道吗 什么都糟了 然后呢 搞了半天是什么 当时传言说 是因为他心生外面有女人 所以他心生不满 把她给弄死 不是 刚好相反 是因为他太太外面有男人 而且到后来 家族才知道一个 他们无法相信的事实 人被你堵死了 至少有后代吧 连儿子都是别人的宠 你知道吗 原来是因为他跟对方在一起 有一段时间了 还生下一个孩子 先生都不知道 先生完全不知道 后来呢 那一次他们就睡完觉了以后 跟外面这个男人睡完觉以后 对方跟他说 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们这样也不是办法 总是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有什么办法呢 有一个办法 当然不是教各位 千万不要学啊 他就说因为他先生 曾经得过内伤 所以呢 就以要帮他先生 治内伤为由去买中药 那中药熬了以后 是不是有浓厚的味道 然后呢 就买了农药 把农药 相关的农药 加入在中药里面 但是这样还是会有那个味道 再加入五家皮酒类 冲淡它的味道 然后就是在吃完饭了以后呢 就说要给他吃伤药 好心帮他这个那个中药嘛 帮他弄的这个东西 治内伤 所以呢 就等他先生跟他一起吃完饭了以后 他先生还想说 本来父亲蛮冷淡的 突然间对我还不错 还很感谢他 结果就把一碗的中药 全部喝完 天啊 喝完他要十分钟后 开始痛 你知道吗 太痛 怎么样 照理来讲 你把他送医院就可以救回来 对不对 因为那个农药不是那么浓啊 可是理黄目的就是让他死 不敢看 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边挣扎 跑了 你知道吗 家里面那时候没有别人 就跑了 等了时间 几个小时后回来 先先死啦 死了以后呢 就把他抬... 抬上床 就装作是在睡梦当中 就这样过世 然后呢 因为第一时间 就赶快请相关的这个医生来看 没有外伤 没有踏杀 没有刀痕 所以就开了死亡证明书 OK啦 想说人都放在棺材里面了 然后人都已经 这个等于说告别式 都OK了 都放在坟地里面 土弄起来 OK了 被乌鸦破坏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案子 我们台湾因为它而改变 有哥罗芳跟这个注射呢 因为后来这个案子 他被判了 他一直认为他不应该死 他认为该死的不是我 你知道吗 该死的应该是 是教说我的那个男人怎么 是我呢 他判死刑 他一直不能接受 他想尽办法要非常上诉 想尽办法要干什么 弄一大堆 最后以前执行死刑很简单 只要最高法院定验 駁回 三天内必定枪决 法务部长一定签 三天内一定枪决 所以你派情确定了 以后有时候报纸 报纸就把你剪掉 开天窗 这个看守所或者这个 如果报纸剪掉 就表示要枪决人了 因为怕你求情不稳 然后那一天一大早 以前凌晨三点 五点执行三点提人 凌晨三点来提了李皇 把他提出去 他就开始哭 他就开始闹 我不要死 我冤枉 怎样 到了这个刑场的时候 当然所有的人都来了 所有的人都来了 事实上外面已经 开始烧名字了 为什么要给牛头马面 对不对 一些名字要引路 然后负责开枪的人 三个枪手已经准备好 因为不能让对方 知道是哪个开枪 所以三把枪三个人 你不知道是谁要开枪打你 然后来了以后呢 简单官就问 你是谁 李皇 谁四十五岁 然后怎样这样暗游 是因为谋杀亲夫 杀人罪 然后判刑确定 最高人驳回 要把你执行私刑 这是国家怎么讲一大堆 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 冤枉啊 冤枉啊 这样子 要不要吃最后一个 冤枉啊 冤枉啊 然后一下说 他要拜土地公 一下说 他要小便上厕所 然后怎样讲一大堆 所以最后说 他要看整个那个案件的卷中 他一看 超过半个小时啊 五点快到了 五点快到了 因为传说中五点 在计较天亮前 一定要枪决人啊 要不然他的阴魂 会留在这个刑场 结果呢 这时候 简单官就跟旁边的法警 就负责执行 因为三个人 其实早就知道是哪一个执行的嘛 就跟他做一个 就趁李皇还在翻 他就做一个那个 就是直接就动了 好 那这个就看到 简单官就定个头 把他枪起来 就朝李皇的背后 就要打下去的时候 李皇突然就回头 然后他一打 打偏了 砰砰 两枪打偏了 你知道吗 打到身上 打到这边跟脖子这边 血溅出来 然后呢 李皇又回头看到他 他也吓了一跳 因为他不能让李皇看到啊 你知道吗 看到以后 传说中 他会找你报仇啊 他愣住了 然后李皇又 又... 这边都是血 这边都是血 然后就抓着那个筷子手 就抓住他 筷子手也吓死了 愣住了 因为他又看到了 又抓住我 不知道怎么办 所有人也愣住 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啊 然后李皇紧接着而来 放下他 开始在那个心肠里面爬 因为他受伤 所以他开始用爬的 你知道吗 他是不是全身都是血 然后他批仇散罚 然后一边陪啊一边高喊 冤枉啊冤枉啊 就他整个心肠里面上爬 整个心肠全部是血 然后所有人都愣住 那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候后面的罚警长一看 这不行 为什么啊 这样再下去的话 没办法解决啊 就从这个愣在那边发抖 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个手上 把枪一拿起来 然后呢 追过去 就开始追杀李皇 你知道吗 就开始沿着这样追杀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整个心肠有多恐怖啊 你知道吗 他看最后 真的把他给打死了 就因为后来现场 这个刑场对不对 惨不忍睹 大乱 后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 做成案例 报上去 最后上面做成一个决议 从此以后 死刑犯在执行枪决的时候 要用割罗方把它给弄 尤其是针对那种 比较明顽不灵 拖延执行的这个死刑犯 所以你就知道 在台湾执行死刑枪决的时候 其实早年的时候 那个现场的恐怖程度 是超过我们的想像 好恐怖的案例 安妮 接下来是什么档案呢 是 这一句话在他嘴中 讲出来这么标准 我们现场的男生都 很厉害 好恐怖 在枫原的山区 有一个烧焦的尸块 这个居然是一个筹划 两年的杰作 我的天啊 小子 这什么事啊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就是在二零一四年 就是一百零三年四月底的时候 就在有一个男子 叫做兰坤玉 原本在枫原 他是开一个车床的工厂 就做一些零件 车床的工厂 他是一个小开 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失踪 那失踪了 那包吻者是谁呢 就是跟他同居的这个女友 这个女友叫黄靖雯 他是大陆过来的 后来过来到台湾之后 也结婚了 结婚了 他大陆其实就已经有婚姻 后来过来台湾之后 然后又再结婚 结婚以后又离婚等等 但是因为时间久了 到台湾也有十几年了 十几年后来就取得 台湾的这个身份证 结果他的 因为他就是很会理财 因此他就有一些房产等等 然后他就去租了一个偷天处 偷天处一楼 当作他自己的工作室 其他的楼层就租给人家 结果这个 这个蓝昆玉 他就是他的房客 结果房客以后 租了以后 觉得这个房东等等 后来慢慢日久就申请 后来两个就同居在一起 就在外面在枫园的地方 再租一个地方 然后两个就同居在一起 结果有一天这个女的 就打电话给他们那个家人 给那个蓝的这个 这个失踪者的爸爸 说那个蓝昆玉 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 三天没有回来 他可能去哪里我不知道 失踪了 可能去找小山去了 我随便讲说去找小山去了 那爸爸就说奇怪 不会 他从来不会 他要工厂 工厂要看等等 那我就到住的地方 去看看 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 原本家里面看看 没什么状况的 可是后来去掉那个监视器 掉掉监视器 发现 一个重大的发现 发现什么 在2014年4月27号的时候 凌晨三点钟 蓝昆玉他有进入电梯 回到家 但是后来就没有出来的画面 没有出来的影像 那就奇怪了 后来发现旁边还有一些楼梯 可是一般不会走楼梯 一般不会走楼梯 一般都是坐电梯进出 可是电梯都有监视器 结果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27号下午 因为那个男的男友是 清晨回来 三点回来 27号下午跟28号上午 这个黄敬文发现 他就开始搬家 那里面 家里面 很大堆东西等等 总共进出四次 搬了十一包大包的东西 离开 后来警方也问他 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搬 他说因为他们要退租 就是那个房子要退租 然后他要把东西搬回 他的一个工作室 他是一个按摩 一个推拿按摩的一个工作室 结果警方到工作室去看 的确有看到几包的衣服 几包的衣服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之中 他就是 把那个男友杀了 而且还分撕了 分撕以后 就藏在这个衣服里面 分那个包等等 几包这样运送 这样运送 这个画面 这个就是 他进入电梯 电梯的画面 结果就总共进出 是搬了十一包的东西 结果警察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 赫然发现 他的手 他的手多了绷带 手受伤了 我们一般在现场看 有时候凶手在用刀的时候 自己也会受伤 自己也会受伤 后来警方也进入 那个屋内去看 结果进入屋内去看的时候 刚开始我看到的新闻 这样我也吓一跳说 屋内并没有看到任何血迹 我的想法是说 如果我的经验也真的 如果杀了人 分撕以后 然后你要把他搬走 不管怎么样 最容易清洗的地方可能在浴室 结果你知道吗 他杀的过程 多专业 然后多恐怖 结果他怎么样杀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他杀的原因 他杀的方法怎么样 他用了那个 剁猪骨头的那个杀刀 剁刀 重的剁刀 结果他怎么样 他第一个 因为他的男友 男性的这个男友 他喜欢喝红茶 所以他有一天 其实他计划两年 为什么他要杀他 因为他的男友 这个男性的男友 他开那个工厂 就是车床的工厂 结果他给人家贷款 贷款一千五百万 就请这个黄女背书 第二个呢 他又请那个黄女 你投资我 我这个工厂赚钱以后 我就分红给你 结果他又拿出一百万 一百万投资 结果黄女是很爱钱 他对这个钱 他非常的在意 结果呢 后来发现了 这工厂有赚钱 因为工厂经营得还不错 结果呢 这个男男呢 没有把钱分给这个黄女 而且他们是同居人 就黄女多吃的跟他要呢 那个男友就不理他 就是不理他 就是发现赚钱了 赚钱为什么没有分给他 后来呢 他越想越气 因为踩到他的红线 他非常在无钱 所以你今天又钱 不分给他等等 而且有时候 还跟他吵架等等 所以他很气 他就开始计划两年 计划两年怎么样呢 那个男男他很喜欢喝红茶 就在四月二十七号清晨 三点钟回来的时候 他就呢 趁他洗澡的时候 他弄了一杯红茶 男友出来 洗完澡出来以后呢 等等 因为喜欢喝红茶就喝 一喝以后呢 就昏倒了 昏倒以后呢 他就把他摆在床上 台湾犯罪史上 最惨无人道的灭口方式 我们马上回来 洗完澡出来以后呢 等等 因为喜欢喝红茶就喝 一喝以后呢 就昏倒了 昏倒以后呢 他就把他摆在床上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杀吗 一般我们杀 会把他拖到浴室 是 结果他怎么杀吗 他床上的地方呢 他准备一块大的塑胶布 那个男的呢 他的男友呢 就把他摆在床上 然后呢 用棉被 旁边堆着棉被 准备怎么样 吸血 就是呢 初血的他吸血 而且呢 他讲他用那个 等于是这个锄刀啊 就是剁刀的时候呢 他剁第一刀的时候呢 马上用那个枕头呢 把它盖住 让那血不会喷出来 就是枕头把它吸住 然后那个血呢 因为底下垫了助胶布 然后呢 血又引流到 一个大的水桶 大的脸盆 哇 这么专业啊 就是那个血还要引流 那个男的当然 当场死掉嘛 结果呢 他引流之后呢 然后呢 等了两个小时 慢慢让他放血 所以后来再把尸体 还有头剁下来 他就把头呢 放在那个大的脸盆里面 就弄到浴室了 然后尸体呢 再用那个塑胶布 包裹以后呢 拖到浴缸里面去分湿 因为血都放完了 所以在分湿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喷溅血 肢解之后呢 再用他的衣服 因为他假装要搬家 衣服把一些丝块呢 就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呢 才分四次呢 拖了十一包的东西 拖到那个 他的那个工作室 其实 他在拖出去的时候 有几次 有几次 那个尸体是藏在里面 他是骑摩的车 因为影像有看到 他骑摩的车 骑到附近呢 他租了一部车 他原本是不会开车 很多人都认为 他不会开车 结果他为了这个案子 他特别去学开车 学开车 而且要那个教练呢 三天之内 教我学会开车 速成班 我们一班开车 他说三天教我 而且要上高速公路 对不对 三天 就是你教我最快速的 三天呢 我会开车 然后呢那一步车 他事先呢 也看好地形 他还事先去 看查地形 看查哪里呢 他说台中 在石刚的地方 石刚那个山区呢 比较偏僻 因为他有准备的汽油桶 他又在那个加油站呢 准备的汽油桶 结果呢 汽油桶以后呢 就把那个汽油桶呢 后来就交铃 就那个地方就弃尸 找一个地方弃尸 弃尸以后呢 然后就交铃 就烧了 把那个尸体给烧了 后来他又开到哪里 开到南投 他想要就是 孤步移政这样子 他又开到南投一个 喉炭井那个地方 叫喉炭井 那喉炭井那个地方呢 他就丢那个汽油桶 要回来的时候呢 因为他太紧张了 结果呢 车子出车祸 撞了电线杆 后来撞了电线杆 怎么办呢 他没有车子 车子坏了 那赶快呢 就叫了计程车 先回到家 可是一回到家以后 觉得好害怕 好阴人 因此呢 他就呢 去到旅馆去租 去住到那个旅馆 然后呢把那个刀子 不是有那个刀子吗 是 刚刚看到那个刀子 就藏在旅馆的那个 镜子的后面 就把刀子藏在那个地方 结果第二天呢 在旅馆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呢 又回到气室的地方 一看那个尸体暴露 因为烧了以后呢 有一些没有完全烧掉 后来呢 再找一个地方 把尸体拖... 拖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附近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用一些废弃的东西等等 把它掩埋 知道吧 掩埋 那掩埋呢 这个地方就是呢 他去弃尸的地方 弃尸的地方 后来呢 这个就是呢 他去埋尸体的地方 这个也是呢 他那个弃尸埋尸的地方 焚尸的地方 这是他的刀子 后来呢 他就在旅馆 这是他旅馆住的时候 他就把刀子藏在那个 旅馆的地方 后来他因为 看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解释 因此最后 他承认犯案 而且下药等等 最后呢 带着警方去找到 那个尸块 那个尸体 后来这个案子呢 最后呢 皇女是被判 无期徒刑 因为我们讲到现在 都是女生嘛 对 接下来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 这个也是一个男友 纏死 那是在1984年12月16号 那故事的这个三个人 两男一女 她们其实都念香港理工学院 后来是香港理工大学 那女主角她其实在香港 当时的社会福利署上班 只是说晚上或者是那个 工作之余她又去那个进修 那男主角呢 有两个 一个叫何浩然 一个叫刘文昌 那其实本来 这个女主角叫阿渝 她跟这个何浩然 她的学长 是念香港理工大学 她的学长 算是比较 感情比较好 而且她比较喜欢这个何浩然 另外一个这个刘文昌 她是暗恋这个阿渝 早在她这个女主角阿渝 跟这个她的学长 和浩然交往 然后认识以前 她们很早就认识了 所以这个刘文昌一直觉得 而且加上刘文昌 她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而且她曾经跟她表白 已经被阿渝婉拒了 她说我们两个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一直到1984年 这个事情一直拖了很久 到1984年 如果73年的时候 12月16号 那个时候是在香港九龙油塘 有一个这个高道乌村 那个在那一带高道乌村 有点类似我们的这个 当年的这个国民住宅 比较廉价的出租的这个大楼 故事发生的是在当时高道乌村 第六座的这个大楼 然后当时也是一如往常 这个何浩然她的学长 就把这个阿渝邀请到她家吃饭 吃完饭之后晚饭了 然后回家 晚上九点多十点 她就送阿渝回到这个 香港九龙油塘的这个高道乌村 第六栋的这个大楼 然后送她回家之后 其实阿渝她很担心 她的这个男朋友学长 何浩然的安慰 因为在两个月之前 她曾经在搭电梯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 就突然这个电梯的上方 好像有漏水 而且感觉上那个水 那个有汽油味 就淋在他身上 幸好没有什么火燃烧起来 要不然他这个获果不堪设想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感觉了 好像总觉得有 有会遭到一些不测的感觉 后来1984年12月16号晚上那一天 就是在搭电梯的时候 他要回家 他送他回家了 然后送他回家之后 离开阿渝他家 这个学长何浩然 正要搭电梯下楼的时候 就发生事情了 原来那个刘文昌 他在那个电梯的上方 他已经埋伏等了很久 他就在那个电梯上面 那开始他先把一些像那个 一些像刚刚那个瑞德哥讲的 哥罗芳那种迷藥的东西 后来研判 应该是像二氧化碳的那种气体 灌进去那个电梯里面 想要把这一个 他的学长何浩然给迷婚 没有迷婚 结果这个学长就大叫 救命啊... 然后一直猛按那个电梯的警铃 按下去没有叫 当然那个电梯警铃的线 早就被那个刘文昌给剪断了 然后他就把那个 又拿了一个沾有那个 汽油的那个布 点火之后丢进去 想要把他烧死 又没烧死他 而且自己的手还受伤了 所以他干脆就把这个电梯的 那个上方那个 那个天花板逃生孔 打开自己跳下去 他拿那个预备好的绳子 先跟那个他的学长何浩然 扭打一下 最后拿这个绳子 一不作二不休 把他这个学长何浩然的 那个脖子给勒得很紧 勒到那个整个喉管都破了 终于导致他窒息 把他给杀了 那杀了之后呢 他怎么去处理尸体 本来他想说 要坐电梯下去 然后要气死 可是因为当时电梯 到了这个七楼那个时候呢 有好像外面有人注意到他们 由爱生恨的嫌犯 似乎被人发现正在犯案 他会如何毁尸灭迹呢 那杀了 预备好的绳子 先跟那个他的学长何浩然 扭打一下 最后拿这个绳子 一不作二不休 把他这个学长何浩然的 那个脖子给勒得很紧 勒到那个整个喉管都破了 终于导致他窒息 把他给杀了 那杀了之后呢 他怎么去处理尸体 本来他想说 要坐电梯下去 然后要气死 可是因为当时电梯 到了这个七楼那个时候呢 有好像外面有人注意到他们 然后他就害怕 那电梯不是上上下下 上升下降吗 下面就是电梯井 他直接丢下去 丢下去之后呢 电梯就停在这个七楼 然后故步一阵 然后他就赶快离开了 就消失了 不失踪影 结果后来 因为阿渝就讲说 他男朋友何浩然这个学长 浩然怎么离开那么久 没看到 想跟他挥手 不知道 后来他就觉得奇怪 跑去他们家有两个电梯 这个电梯故障 没有在作用 另外一个电梯停在七楼 然后他就跑到那个 另外一座七楼那个电梯去看 感觉电梯里面有人 所以应该当时 刘文昌在杀何浩然的时候 看到外面有人 那人影 外面 里面 感觉外面看到有人在看 然后害怕 所以就把那个 何浩然那个尸体 丢到那个电梯井 那外面的人呢 也看到里面好像有一些 什么古怪 感觉应该那个女生 那个外面的人 应该就是阿渝 后来阿渝就觉得很奇怪 赶快一回家 电梯停在七楼 都一直没动 赶快打回家 冲回家打电话报警 报警的时候 警方来到现场 好不容易把这个电梯门撬开 里面有很难闻的这个二氧化碳 就是那种各种方法 那种迷藥的味道 而且上面好像有被人家破坏 逃生口的那个地方 而且还有血迹 还有火烧的痕迹 所以仔细地搜 仔细地搜 就在那个 后来作案小组的警方 他们就在那个 电梯的警下方 发现下面有一个尸体 赶快派人下去 把那个尸体带上来 原来就是那个 失踪的那个 他的学长何浩然 香燕有他杀的这个嫌疑 开始去找 找到三楼 在那个电梯警的旁边 那个凶贤刘文昌 他竟然躲在那边 找到他之后 他也很干脆 人是我杀的 而且他还讲说 我是以上帝之名 把他给杀掉的 当时看到 他跟我女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对他就 看到就很生气 暮火中烧 而且他说 在杀了他 1980年12月16号 把他杀了那两个月前 他曾经就想要用这个汽油 把他给交全身之后 放火把他烧死 当时也是发现外面有人 所以他相信是神的旨意 让他那时候命不该绝 两个月前命不该绝 所以没有在那个时候 纵火把他给烧死 最后12月16号 给他逮到机会 他还是下手把他杀了 而且他告诉警方说 他就是以上帝之名 解决他的这个生命 他要把这个恋情 做一个这个结束 让这个阿瑜 这个悔不当初 因为这个案子 后来破案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是12月17号 因为12月16号 就抓到了 12月17号 礼拜一 当年1980年 香港的这个新闻 它可以说是本港 什么电梯情杀案 然后这个一死一伤 死的就是 他的学长何浩然 伤的就是那个凶贤 刘文昌 另外一个这个新闻也是一样 电梯内部局杀情敌 青年还收死刑 当时的香港是有还收死刑 后来 但是后来还也是判成 那个终身监 有歧途已经三十年了 然后而且我刚刚 为什么说拍成电视剧 后来亚洲电视台 香港一R4 把他改拍成这个 新香港奇案之 电梯情杀案 女主角就找当年那个 这个也是港剧 很有名的花旦 刘锦玲来拍 所以后来在这个案子 在香港都家喻互相 年纪轻轻都是二十出头的 这个三个年轻人 两男一女 竟然因为感情的这一关过不去 然后另外一个男生 竟然痛下杀手 把他 他喜欢的心爱的人 交往的男朋友给杀了 也害了自己 而且那个人是完全自我幻想 好恐怖 这个情字 情字这个字 这个扯到以后真的是 有很多人无法想象的结果 但是这个人生在世 不是只有爱情这一件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遇到爱情还是冷静处理 今天谢谢大家